欢迎来到学用数学,数学有用 这道题是一个新定义题目 那这定义呢,其实就是把这两个做平方差的运算 不过平方差呢,我们这边要把它转成 a加b乘a减b 这样子呢,就可以避免这个大数的平方 那,ok,好,那所以今天呢,以第一个式子来说呢 两个相加会是4017 两个相减是负1 好,所以乘起来呢,就是负的4017 接着我们再来做第二部分 相加这边是4019 相减是负1 好,那接下来我们再对这两个式子做平方差 那平方差一样,相加变成负的8036 那这里相减,就是这个减掉这个会变成正2 所以乘起来的结果就是负的16072 好,所以呢,只要看到这符号把它转成平方差 利用平方差的公式,我们就可以算出这题答案